这篇棋讲解是连环季火烧之闭 2023年的向甲联赛 这是第二轮 红方是王浩 黑方是蒋川 双方呢慢棋占平 当时王浩这个棋啊 优势非常大 走好是要赢棋的 后来的话 这个合棋有点可惜 这是双方的超快棋 咱们欣赏一下 那么黑方进足 准备呢威胁底线 红方呢出局之后 过一个这边上边嘛 走了一路非常稳健的套路啊 先补试 对方就抓炮 打将之后呢补试 先移行换位 形成过攻炮 对方一踩 先捞一个实惠 这儿再利用一下 退至河口 将来是要消掉对方过河足 黑方呢先把鞠点过来 是要吃中兵 将来杀过来威胁嘛 红方当然是不让的 先打一步 然后呢再掌鞠 黑方如果急于吃炮 那炮四退一 鞠点进来 炮四平六 吃掉之后飞个向 这个足还是要丢 那黑方这个鞠走的 步数太多的话 耽误其他大字出动 所以的话他决定啊 先上马 红方呢顺势消掉 对方的话 马四进五 准备要出局了 红方呢现在选择推炮 那黑方就贴身开出 红方呢飞向 黑方这个时候 走鞠四进六 继续呢要杀过来 那红方肯定是要打 黑方退回之后 准备要吃炮 因为你先补了个向 所以你炮不能过来了 这边就有问题 红方赶紧对居 黑方的话就简单换掉 过来吃炮 怎么办呢 这个炮一退 点进来吃码 这边就要收工 这儿的话选择弹子炮 非常稳健了 黑方就紧齐足 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选择是炮 分边盯住 红方冲兵 看你怎么走吧 对方选择上马 这个棋啊 红方就平均右敌 引你过来打 简单希望换掉 把这个炮调整过来 那这个阵型就舒服了 想解除这样一个牵制 那黑方他不肯 正常就盘马 红方也就先退 黑方他平炮 先盯着红方三路线 红方冲兵 黑方呢就选择打局 这儿红方甩开之后 双方形成了交换 接下来这个棋啊 黑方有反线之势 他这个棋选择了一个马三接二 并没有选择进去吃兵亚马 为什么呢 因为走这里 他上马给你换了 换掉之后呢 你这个棋虽然说上马踩局 他一顶 你过来吃兵亚马 人家有一招炮四金四 你刚一吃马 他炮四比三打局 你就在一逃 这边炮盯着底下 这个局就可以把马白吃掉 因为你先掉什么弓呀 所以双方得是换起啊 你这里等于说是个先期后去 没有便宜的 临场的话就上马 红方就捉 你将军我就退 你吃马我就吃你的马 等你吃完之后 推炮一打 可以先期后去 所以还是徒劳 到这以后呢 黑方决定先连起来 围要不打 红方就冲兵 解除自己三路马的弱点 那么双方进行一个转换之后呀 黑方是走了一步 飞向 打局 那红方走了一步 上马 打局 交换 黑方的话 这个局就平一步 红方把局就让开 黑方先来一将 红方也只好退回 黑方顺势切进来 红方呢 现在进局 这个局呢 就是三国时期的蒋干 他毛遂自荐 要过江东呀 去牵这个同窗 好友周瑜 来归降曹操 就有点异想天开了 正招应该是马四进六 那你吃双 我也吃双 双方是一个交换 这是唯一的解招 走局二进二的话 太贪了 结果呢 这个棋被人家 终于累住了这个马 太痛苦了 这马再看的话 就鞠过来吃另一个马 就出问题了 所以到这儿 你保都保不住啊 那没有办法呀 现在这个棋 红方决定吃炮 想交换 黑方呢 直接就平到位了 现在这个棋 你马一走 就要吃另外一个马 这下彻底是看不住了 因为你只有一个炮 砍 人家鞠过来 炮打 鞠吃 没办法的 包括这个上马 都很厉害的 现在红方就退 黑方这个棋 果然是鞠过来了 那眼看没办法 只能是知识 勉强支撑 瞬间一个闪击 神龙白尾 吃着马 打着马 这下肯定是子 那么红方吃个象 对杀吧 黑方飞向 向着鞠 他只能退回 先脱离险地 看住自己的马 这儿顺势得此 没有办法呀 到这儿想去通过一个打马 利用对方 黑方一退位 就逃跑了 抓着市民 还不能选择落实 把炮吃了 他只能先打鞠 把对方赶走 黑方呢 顺势扫一个 底线将军要吃炮 所以红方呢 只好先进一步炮再说 底线一将上来 一甩炮 有一个马后炮 到这儿的话 红方还想走马 跳上去啊 底线将军 但是来不及 黑方已经先动手了 怎么办呢 只好放手 这时候怎么杀呢 有一个巧手 就是退鞠 我跳一将抽你鞠 你敢上来的话 我再跳一将 你非电鞠不可 上马硬吃鞠 你动不了 你一动踩老将 你一吃的话 一面拍死 所以这个棋狠啊 只要走到这招棋啊 对方不丢鞠啊 就被僵死了 那么蒋川的话 他选择跳马一将 上市的话 选择再回一将 落实之后 他把鞠退回去了 这样的话 意思是我一面打僵 那么红方就过来勒住他 不让你僵 他有马在这里 黑方就绕过来 吃相 红方的话 到这儿也不好下 他飞了个相 其实呢这步棋败招呀 你飞将的鞠一将 你怎么办 你吃掉马后炮呀 上去跳马不就杀了吗 电鞠吃鞠啊 所以这样的话 也可以取胜 蒋川的话 快棋啊 他走的是上马 就拿着将 因为这个棋败有四个字 对方就三个字 情况下 那肯定是啊 黑方大战优势啊 他这棋就拿着走就行 然后呢 这个棋下来啊 过来是继续狙杀 向着狙 吃着马 那这棋啊 正常狙击也行啊 他走的是狙击二 这个棋更厉害 你抛一退啊 他就吃双 反正就是要给你换 红方也说 并无可避啊 非换不可了 换之后 这边底线叫杀 进来之后呢 也算缓了一口气啊 但是这个棋的话 相又没了 他就是看嘴了 你不能将军跟他换狙啊 换之后马炮族杀你 红方也是憋屈啊 杀又杀不过 换还不敢换啊 哪办呢 平狙想把炮吃掉啊 这边向着狙 那这个棋又在异想天开啊 人家又把他牵住了 哎 你一次他一换 狙马族刚够赢 如果没有那个族就合了 所以这个棋没脾气 只好退回人让 到这儿啊 黑方呢 继续一将 然后这个炮呀 就闪过来了 到这儿这个棋就危险了 你想牵啊 看似可以牵住 其实呢 这个棋呀 没有用的 等你落势情况下 这个马就绕过来 随时跳进来 硬杀底势 最终呢 你无论走马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个换子棋 所以这个棋你没办法 他就提前上去了 不愿意受制于人 黑方一杀 红方一杀 黑方这个棋呀 只退居回去 抓 那么红方再上 这儿再抓 那么再将 抓了之后呢 他的目的主要是抢先手 双方到这儿应该说是循环了一下 最终的话 黑方不放拿出来 这样的话 红方方中鞠 这样吃相 不给他上马 吃完相就可以威胁他了 那么对方落 到这儿的话 看似吃马 抓着鞠 还得逃 那看着吃这个马 黑方出老将就吃不到了 毕竟你人少挂不敌众呀 黑方这个棋呀 最后一招不讲武德呀 直接对居 到这儿 王浩起了仙桌子 将穿火盛